因为刚好我们的里中间选民有三成 所以他是决定胜败 应该是蔡英文 在我这里应该是 目前是7比3 台中秋错里里长高敏玉会这么有自信 就是因为总投票人数不到2000人的秋错里 可是号称台中市的张宇哥里 我们秋错里就是有很巧 刚好也是在台中的中心点 我就很好奇去搜寻这20年的开票结果 居然发现总统 市长 立委 市议员 里长 的排名的顺序都是一样 他就20年都是吻合 拿出资料来佐证 里长高敏玉说 只要观察秋错里的开票结果 就能推论大选结果谁胜谁败 以过去三年总统大选来看 2008年马英九对上谢长廷 在秋错里分别拿下808票和529票 由马英九胜出 2012年马英九对战蔡英文829票 对上619票 马英九成功连任 到了2016年蔡英文PK朱立伦 秋错里开票结果是697票比478票 蔡英文成了台湾第一位女性总统 中间选民的摇摆很重要 这是我们这个里面既有的特性 选人是最重要的 你若选一个不会做是好的党也没有用 就是蔡英文的话我是抓预估 我是抓大概在750到780 然后韩国瑜的话可能在650以下 2020总统大选抽错里的投票预测 准还是不准很难说 但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提早炒热选举话题 欢迎新闻,我是陈伊丽婷台中报道